在YOASOBI的第一首歌曲《Yoru ni Kakeru》當中 有一句這個 這個音樂片段在Mr.這首曲子當中也有出現喔 另外在Zubame中文翻《飛燕》這首曲子當中也有出現 哈囉大家我是檸檬卷 如果你平常有在聽一些日本流行歌 或者是關注日本動畫音樂的話 近幾年你一定很常聽到YOASOBI的雙人音樂組合 這個團體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我今天要特別拍一部影片來討論他們呢? 首先是因為他們在2019年才推出了他們的第一首歌曲 叫做《Yoru ni Kakeru》 然後這首歌在整個日本流行音樂圈就大爆紅 當你以為他們的爆紅是不是只是曇花一現的時候 YOASOBI他們又不斷推出了很多新的作品 而且幾乎每一首曲子 光是在YouTube上面就有幾百萬到幾千萬的觀看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音樂一定有什麼特別厲害 或者是特別受歡迎的地方 再來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我之前也有在頻道cover過很多YOASOBI的歌 而且也有現場演奏過 我自己在抓歌的時候 除了有時候會被他寫的旋律跟編曲的創意 給驚奇到之外 我也發現他們有幾個比較常用的手法 所以我今天想要針對我目前對於YOASOBI作品的觀察 分享三個他們常用的作曲技巧 其實YOASOBI的作品可以說是數位時代下的音樂產物 因為如果你有去聽過他們的音樂 你會發現他們的音樂用了很多很多的樂器跟音符 要去把聲音堆疊的很滿 如果真的要在現場完全只用樂器演出來的話 會非常的高剛而且很困難 因為原本的編曲其實也不是設計要給人來談的 甚至連主唱的部分也是喔 除了音高範圍很廣之外 幾乎沒有換氣的歌曲 如果要唱現場也是非常的挑戰 會寫出這樣的歌啊 就不得不介紹一下團體中的作曲者 Ayase 他小時候也是學古典鋼琴 後來也是受到流行音樂的影響 然後開始玩電腦編曲、合成器 甚至連歌聲的部分也是用Vocaloid 就是初音未來來直接幫他唱 所以有了以上的了解之後 接下來我就可以來講三個我觀察到的作曲手法了 首先第一個是 你可以常常聽到他們會在樂曲間轉調 而且轉調的時候快很準 就是他會直接把轉調後的旋律直接接進來 像這首之前在網路上造成一股迷音風潮的群青 他的副歌是長這樣 啊 感じたままにすすむ 曲子是降B大調 大家可以記得一下這個啊的高音是re 在曲子進行到大約三分鐘的時候 可能Ayase想要在曲子結束前來一點高潮 所以他就在這個副歌啊的原本應該是re 但是他直接升高了半音變成升re 那曲子就從降B大調升key變成了B大調 像這種在副歌升key的例子啊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常聽到 那我接下來要舉一個比較不明顯的例子 我先給大家聽五秒 看看你能不能夠聽出他哪裡轉調了 或者是有沒有哪裡覺得怪怪的 有聽出來嗎? 在這個副歌當中啊原本應該是長這樣 但是Ayase在句子的中間呢 也就是本來應該是最高音的C 也就是句子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降了半音變成降C 然後就直接把整個調降了半音變成降G大調 那這個方法其實可以說是非常簡單暴力的轉調方法 不跟你客套 就是不用前面還要一小節的附屬和弦啊 不用就直接就轉過去了 而且啊他們使用這招的頻率至高 大概每一首歌曲都一定會使用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插半音啊或者是一個音的轉調 對於音感好的人應該是蠻明顯的 但是如果是沒有音感訓練 或者是學過樂器的人可能就不太會發現 所以啊我在影片只有舉幾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那如果你們還有興趣的話呢 然後想要聽難一點的 你們不妨去聽聽看他們有一首叫做Mr 那一首也轉得很兇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第二點是類似的音型跟節奏常常出現 那我這次啊反覆聽了YOASOBI的所有的作品 然後呢我就歸納出了其中幾個 Ayase常用的音型跟節奏型 我是說我沒有在diss他喔 我覺得他很厲害 即使是很像的音樂片段啊 他還是會做一些些的變化 所以聽起來不會太像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幾個YOASOBI常用的音型 在YOASOBI的第一首歌曲 Yoru Ni Kakeru當中啊 有一句這個 Higashi Sumida 這個音樂片段啊 在Mr.這首曲子當中呢也有出現喔 Higashi Sumida Higashi Sumida 另外在Zubame 中文翻飛燕的這首曲子當中也有出現 其實這三句啊不只連音型一樣 連他的實際音高跟節奏都一模一樣喔 那這邊呢有一個值得一提的事情 就是飛燕的這首歌的這一整句啊 它跟Yoru Ni Kakeru的和弦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旋律有做了一點的改變 Higashi Sum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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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也許是Ayase它要自己跟自己致敬吧 又或者是說長彩蛋然後讓聽眾可以自己去發現 所以呢如果你有聽到一首歌的和弦技行跟別首是一樣的 那其實呢你也可以偷偷在旋律當中穿插一些其他歌的旋律 就會有一種跟其他歌呼應啊或者是致敬的感覺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音型是Lasomi Lado 接下來的例子呢可能實際音高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為了方便閱讀那個音型 所以我就不改囉 首先是Tabu Uncle Mr 三元色 大陣浪漫 是不是還蠻像的 我覺得這應該可以算是Urasobi的招牌旋律了吧 那我接下來要講一個Urasobi常用的節奏 其實節奏這個東西是非常變化多端的 而且只要配上了不同的音高 基本上不太會有聽起來很重複啊或者是很膩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有找到兩首 大家可以先來聽一下這兩首歌的相似之處 那這個節奏很特別的地方啊就是 我們如果把四個八分音符看作是一組的話呢 除了第一組是四個音之外 後面的每一組都只有三個音 而且是後面的那三個音 這個節奏啊好像其實有一點點不好抓 而且容易敢拍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以四四拍為例喔 通常我們的曲子在第一拍跟第三拍會是重拍 但是在這裡呢 它偏偏在第一跟第三拍的位置都放了休止符 所以如果你不care休止符的話 你可能就會很容易一直敢拍 所以如果覺得拍子不好抓的同學 要在心中把那個休止符給數出來喔 最後我要再來講一個Urasobi常用的相似音型 那這個音型大概是長這樣子 我之所以說是大概的原因啊 是因為我接下來要舉的三個例子 沒有一模一樣 但是整體的輪廓大概是一樣的 聽聽看第一首 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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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安可魯 然後聽一下mista 再來是zubame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不管是你在寫歌或即興的時候都可以用 其他最經典的例子還有小蜜蜂 連小蜜蜂都用這個方法了 大家下次寫歌的時候不妨也可以考慮使用這個1加1加2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關於這個劇情的例子的話 可以看好和弦的這部影片喔 最後回應一開始的問題 Yuasobi的歌為什麼會那麼紅呢? 我覺得除了主唱Ikula的歌聲非常的清涼 而且唱功很厲害之外 Ayase他在作曲也很合大眾的口味 而且Yuasobi他還有一個非常值得一提的特點 就是他們幾乎每一首歌曲都是源自於小說 也就是由Ayase來閱讀完小說之後 再將小說的內容和故事角色的心境 再用音樂創作表現出來 這也是他們很有名的 將小說音樂化的能力 我覺得這很厲害耶 以他們這樣出新單曲的速度 一個月到底要看幾本小說 好!以上就是我目前分析的 Yuasobi常用的三個技巧跟特點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歡迎按讚訂閱 然後可以留言分享你對於Yuasobi音樂的看法 如果想要聽我講什麼歌曲的話也歡迎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就把這個人推出… 這就是要這樣 來好了 這就說